你敢信 有位老六只是将点燃的彩菊鸳花用泥土覆盖 没想到冒出的烟镜变成了爱心的形状 于是有人也跟着试了下 没想到真的成功了 哇好流变 真有这么神奇吗 我也来试试 先看看表弟的柜子里都有啥 诶 刚好还有彩菊鸳花 偷偷哪一盒应该不会被发现吧 这一盒里面有十二小盒 每个盒子里有八个彩菊鸳花 哇去 这么多 用不完 根本用不完 哈哈哈哈 OK 咱们先找一个安全的地方 朋友们 这土就非常合适啊 咱们先用这红色的筷子 给它挖一个爱心的形状 OK 真是一件巧夺天空的艺术品啊 然后摆上四个小彩菊 完美 接下来就是这条奇迹的时刻 假如你的学校要被拆了 而现在只有一个东西能阻止你的学校被拆 那就是你手机里的第三个表情包 那么它能够阻止你的学校被拆吗 我也来试试 第三个表情包 诶 是这个蒙逼的表情 看来学校要被拆了 我一脸蒙逼啊 小伙伴们 快看看你们的是什么 哇去 没想到一次就成功了 这也太神奇了吧 有没有小伙伴知道原理了 还剩这么多 必须给它全部造完啊 想必表弟知道了 应该会很开心吧 感谢粉丝朋友们一路相伴 愿你们的学习如同烟雾般蒸蒸日上 愿你们的生活如形状般适事顺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